内蒙古将黄河水引入库布奇沙漠,让沙漠变成绿洲,生态环境正在慢慢恢复。 库布奇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是金金纪地区三大沙尘暴的发源地之一。 沙漠的西部是二泰山,北部是阴山,南部是黄河,东部是呼和浩特市,总面积差不多有1.86万平方公里。 这个沙漠的危害可不小,以前金金纪地区一到秋冬就会刮起满天黄沙,只要一天的时间地上就能激起一毫米厚的细沙。 现在北京的蓝天越来越多了,沙尘暴天数越来越少,这其中的功劳除了三北防护林之外,还与杭锦旗政府实行的一项工程有关。 究竟是怎样一个工程改变了库布奇糟糕的生态环境,针对这个死亡之海,人们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库布奇沙漠处在黄河几字湾的核桃平原上,以为工上的咸。 大约在三千年前,这里曾森林密布,水草丰美,诞生了我们熟悉的草原文明朔方郡故城,对我国研究汉代军事,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因为处在多风口的交汇点,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干冷风吹和黄河冲击物、洪击物的堆积使得库布奇的森林植被渐渐被破坏,大量沙原裸露,环境健康每况愈下。 除了自然因素,人们对库布奇的过度开肯放牧也是它逐渐荒漠化的原因之一。 古人没有系统的科学观念,即便想要进行挽救也无济于事。 自然原因,加上千年的过度农肯,库布奇昔日的繁荣渐渐退去,成为了死亡之海,风沙也在一步步侵扰着周围居民的生活,直至能够随着大风卷到800公里以外的北京城。 上世纪50年代左右,大风裹挟着泥沙不断扩张势力,每年都会向前推进数十米,生态环境非常糟糕。 到八九十年代,黄沙刮进北京,每到秋冬之际,经经济必定是空气污浊不堪,一天时间便可以积累出一层细沙。 不管是对牧民农民还是城市居民来说,库布奇的狂沙都给他们带来了生活影响、健康影响,严重时还会让无数庄稼牲畜受灾,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 从新中国成立初七岛新世界,国家、地方和个人为治理黄沙付出了诸多努力,但始终没能取得大规模的成效。 除了沙漠与干旱,黄河一带还会发生灵讯决堤灾情,水势凶猛,让黄河两岸人民饱受其害。 解放以前,黄河几乎年年都会发生绝口事件,淹没了附近很多村庄,这让鄂尔多斯市杭锦齐政府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这就是隐黄入沙这项工程的由来。 顾名思义,这里的黄指的就是黄河,黄河水在内蒙古呈现出几字形,哭不齐这里是一片沙海,但是在汛期还是有洪水的发生。 当地政府正好利用了汛期的洪水,让地方生态环境逐渐地恢复,经过隐黄入沙,不仅能让杭锦齐的人民不再面临灵讯时期,黄河水随时有可能冲出堤坝的险, 减免杭锦齐政府为修筑堤坝投入的开支,也能够改善居住在库布齐沙漠附近的居民的环境,将库布齐沙漠的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 引黄入沙这四个字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引黄入沙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真的好实施吗? 首先在黄河主干道周围挖渠,这些河渠在平时没有流动的活水,当汛期来临时,黄河水暴涨,洪水漫过人工渠就灌进了沙漠里。 库布齐沙漠沟河被洪水填充后就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砂糖,这些砂糖里的水可以给当地牧民圈养的牲畜用。 整个工程分为两期,库布齐沙漠引黄入沙工程的立项开始于1999年。 当时鄂尔多斯市政府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工程规划设计,经过多年的调研和论证,最终确定了工程的总体方案和布局。 该工程计划在黄河岸边建设饮水渠,将黄河水引入库布齐沙漠中心地带,为当地居民提供饮用水和农业灌溉水源。 一期工程开建于2004年,全长185公里,总投资额为3.6亿元。 在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克服了沙漠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等困难,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施工设备逐步推进工程建设。 经过6年的努力,一期工程终于在2010年建成通水。 一期工程开始通水以后,效果很明显,原来荒漠化的土地重新焕发了生机。 在库布齐沙丘沟壑的沙塘周围,一些木本植物开始生长,比如缩缩树、胡阳和红柳树,最重要的是沙棘树。 这种树不仅起到了防风固沙的效果,还给地方的村民带来了收入。 沙棘果晒成的果干能卖到30多元一斤,很多因为土地沙漠化背景离乡打工的杭锦齐村民都会来种植沙漠特色经济作物。 在一期工程建成通水的基础上,库布齐沙漠引黄入沙工程二期工程于2011年开工建设。 二期工程全长399公里,总投资额为8.7亿元。 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采用了一系列新的技术和设备,提高了工程的施工质量和效率。 经过五年的努力,二期工程终于在2016年建成通水。 自2016年以来,杭锦齐政府更是自筹了4000万元人民币,与国家江河湖库水联通项目资金的6524万元资金筹合, 建成了一座引领分红闸,引领了38公里,累计2.45亿立方米的灵水。 这些水让库布奇沙漠形成了约100平方公里的湿地,更有20多种植物正在恢复生长,引来附近多种鸟类栖息。 引黄入沙的效果有多好? 这么说吧,库布奇沙漠可能是除了毛乌素沙漠以外,中国制沙最成功的地方。 库布奇沙漠的植被覆盖率在过去20年里有了显著的增长,通过持续的生态治理和植被恢复,库布奇沙漠的植被覆盖率从过去的不足1%增长到了现在的53%。 这一增长不仅改变了沙漠的面貌,还显著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库布奇沙漠与毛乌素沙漠不一样。 这个沙漠有很大的面积,不是人为造成的,形成时间比较久远,在百万年以上。 引黄入沙工程是怎么让库布奇沙漠逆天改命的呢? 其实关键点不在水,而在泥。 我们都知道,沙子是存不住水的,即便灵水中含有大量的冰块、冰沙,但是该流失的还是会流失,只是时间问题。 仅是水,是无法改善,库布奇已经持续了成百上千年的糟糕环境,也难以实现沙漠变绿洲的巨大转变。 这项工程之所以能成功,第一个原因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建设能力的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黄河里的大量泥沙,将它们混合着水输送进库布奇沙漠,给黄沙掺入了有机质,增强了沙子的粘合力,让它能够续住水,流出宽裕的时间让植物生长。 原来抓在手上黄沙能从指缝中溜走,现在库布奇沙漠里的土能捏成一团,这才是关键。 库布奇沙漠的土壤能结到一块,就能够存得住水,土壤颗粒分子作用力比沙力要大得多。 专家通过测量发现,库布奇沙漠周边的有机质土层正在变身。 2020年,库布奇已经成为世界荒漠画质里的典范,沙海中的绿色一片连一片,区域沙尘天气竟然比过去20年减少了95%,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这些年,经经济地区蓝天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到今天,库布奇沙漠已经和过去判若两人,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生机盎然,很多当地人也因此改善了生活。 这项引领制沙使很多的内蒙古的居民不必背井离乡,外出谋生。 因为,由于水土资源改善以及水体涵养程度上升,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机遇。 过去,当地人依赖售卖果树、果实等初级农业产品现在有了加工企业。 商贸公司的入住给当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让内蒙古人在家乡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收入。 其实,库锦奇制沙不仅有这一项工程,植树造林,禁止过度放牡,改变当地的羊种,从山羊变成放绵羊,这些辅助措施也很重要,制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黄河水在河道沟壑里澄清以后,还可以充当工业用水,目前库锦奇政府在积极地招商引资, 期望改变当地的产业机构。 黄河集资口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在悄然地发生改变,当地村民不需要背井离乡南下打工了, 引黄入沙工程真是神来之彼。 整个引黄入沙工程花费不到15亿,却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命运。 当然,这也与库布奇沙漠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天时地利人和全战了,成功是必然的。 总结来说,库布奇沙漠引领制沙总工程的彻底竣工花费了25年的时间, 其中所要克服的气候问题、沙土地理问题以及设备、经济等问题多如牛毛。 但正是这25年的苦于难踩造就了制沙典型,其牛气程度甚至惊动了联合国。 2012年,库布奇沙漠制沙成为典范受到联合国嘉奖,被列为李约家二世峰会重要成果。 现在库布奇沙漠向世人展现了其欣欣向荣的一面, 其植被覆盖率几乎从零起步发展到现在的53%。 绿只河水源迎来了天鹅,野兔的繁衍生息, 库布奇沙漠仿佛穿越回3000多年前的西周,又开始热闹起来了。